牛肉栗子餅 像這個狗屎 笑什麼 Hello 大家好 佩儀廚房又回來了 看到我這一身的打扮 都知道我今天佩儀廚房開爐了 今天久違地很久沒煮東西了 因為之前有些朋友留言說 很想我做這個韓國的綜藝節目的菜 就是牛肉栗子餅 它是一個韓國的傳統宮廷菜 我就這次挑戰一下看成不成功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煮 所以很繁複 其實之前我已經準備了很多東西了 我剛才就焗了這個栗子 做好配料 現在我就先做這個牛肉 因為韓國宮廷菜其實很著重手藝 所以它裡面的綜藝節目都說一定要守得 我在街市買了這個超大的牛肉 其實我也是亂買的 食譜上寫著是650-700g的一個免治牛肉 我現在就先剁碎這個牛肉 多辛苦才剁好牛肉 現在我就先剁碎這個醬汁 首先我剛才也預備了剛才的材料 首先將一杯水倒進去 半杯的蒜末 然後放了雪苓 然後放了雪苓多汁 然後放了雪苓多汁 然後放了雪苓 然後放了雪苓 然後放了雪苓多汁 新水新涼 好 現在我就要剁下去了 這個真的很適合在家裡 沒事做的時候消磨時間的一道菜 因為真的很浪費時間 不可以被人提死 我們去成功 很努力 這個菜真的很耐性 還有這個很耐性 這個很耐性 因為真的花費好久 已經篩了這麼多 要加一點糖 她說用韓國的粟米糖漿 但因為我找不到 所以我用了這個糖漿去取代 她說要兩茶匙 用了玉桂粉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玉桂粉 所以我不捨不得 20克出來 做餡料 那我就隨心 她說最好的就是 這裡是一個長矯鹽 拿80克的牛肉出來 如果大家家裡有磅 就要量一量 但我家裡沒有磅 所以我就憑感覺 就放一條餡料 這樣 這樣就包著它 這一刻也很考功夫 因為你要確保它 正中間不能太過 否則它又會很容易 就會爆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很考功夫的地方 OK 現在就拿它去焗了 完成了 看看 其實本身是 再需要用一個炭露 去炭焦一下它 去撥它的油 然後就完成 但因為我家裡不許可 情況沒有這個炭露 所以這個我已經收貨了 其他失敗的作品 我捏得不夠實 可能我手打的力不夠厲害 所以焗的時候就炸開了 這個失敗了 好像變變 但是聞起來味道好像挺好吃的 好啦 不說那麼多 我現在真的很拖 我現在弄到9點 我現在就出去試吃這個 1小時後 我回來了 我覺得好像狗石 狗石也好 狗石也好 很聞的 對呀 我覺得你已經很給我面子了 像這個狗屎 但味道還不錯 我先試試 嗯 味道不差 真心 那個栗子餡 爆了出來 不過 如果做得好 如果做得好 就在裡面不會爆出來 但我會爆出來 但也好吃 我會爆出來 我想再對比上多點 我想再對比上多點 我會補回我的最成品 還有本身 即是那個節目 或者網上 在網上流傳的最成品 在這裡 大家看看有什麼分別 哈哈 笑嗎 做什麼 你有沒有試試 哈哈 多謝 OK的 是不是 但是 那個樣子是神的 其實吃下去也OK的 吃下去也OK的 沒有麵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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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是我完全為了搞笑 完全是搞笑 即是我準備了半天的東西 就做了一些坦的東西出來 但我覺得 味道是 即是我覺得 我是因為我的功夫 叫什麼 哈哈 因為你不是純粹搞笑 哈哈 但是 但是你又焦了 你又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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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是完全覺得我很認真 是啊 認真的搞笑 啊 啊 好想哭 我可以自聽嗎 啊 那算了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也不想再說下去了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分享 看到我很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了 那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IG 那想我拍什麼 或者下次再教些什麼 我不敢說教了 下次再想看我煮什麼 就歡迎留言 真的我沒想過自己會 變了地獄全身 但其實不是的 你覺得放得到我口 真的不是至於到放不到我口 好了靜了 好了今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